好 那我們就開始 那我相信大家有在用Kubernetes的話 就是很熟悉CRD这样 那接下来分享中呢 就是黄宇强会分享 就是Kubernetes Controller和CRD的 就是网路上的始作的一些设计的思考思路 对 那我们掌声欢迎黄宇强 谢谢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写过Kubernetes Controller的举手 哇靠 这么少 想知道怎么学的 举手 OK 好 那我可能等一下稍微 裡面的topic会微微的变化一下 因为原本我的主题会比较focus在 曾经写过 然后要把它做得更好 写的比较更好的一个方向 那不过既然是这样的话 也可以提供你们作为一个 设计Controller跟设计CRD的一个 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 不要说 在一个什么都没有情况下 也没有一个方向感的情况下 要去设计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踩了一堆坑之类的这样子 对 好 那我叫黄宇强 或者大家在社群里面 比较常叫我叫Eda 或者是Date皇这样子 那我现在是 是纯纯的在放假的 EasyIO的Maintainer 我是EasyIO EasyIO是一个我另外一个 Personal side project的一个Maintainer 这样那它虽然说 跟Kubernetes一定关系都没有 那这是我们的Agenda 我们会一开始先介绍一下说 假设我今天要设计一个 Network的Controller 那我们要怎么来做 需求上的分析 跟CRD上的分析 那我们这边用那个BridgeCMI 来做一个范例 来做一个Demonstration 去来告诉大家 要怎么把剩下的部分 给设计完毕这样子 那我们会同时间去比照 其他家的网路的Controller的方式 来设计 例如说我这边听到 有一个MnState.io的一个软体 那它也是一个Kubernetes的 网路的一个控制器 来控制Node相关的Network这样 那比较完相关网路之后呢 我们再来比较另外一套就是 其他种类不在网路上面的情况下 他们是怎么设计的 那我们这边用Kubernetes 来做一个简单的范例 来做跟大家讲说 大致上的设计思路 会是怎样的一些情势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情境 有用过BridgeCMI的人 请举手 哇一个 两个 三个 好OK 那我特别先强调一下 就是说 BridgeCMI这个东西 基本上 对于Kubernetes来说 它其实只有做到一半 它并没有做到完全的 把整个网路层 都是打通的状态 所以事实上 我们还是需要额外的一些控制 或者是额外的一些手动设定 去把Bridge的剩余的部分补足 那我就举个例子说 就是说 它今天BridgeCMI 它只负责 帮你 诶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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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没有话 OK BridgeCMI的话 它的概念会是说 它的Bridge 它只帮你负责把它 跟你的Pod 接在一起这边 那问题是 Bridge外面要怎么去这件事情 BridgeCMI它其实不管 它其实不在意 那是你要用你的想法去决定要去怎么做 例如说 你可以先在你的host上预先设定好 这个Bridge 跟它外部的所有的连线 先设定好之后呢 再透过BridgeCMI去帮你把这个 刚刚设定好的Bridge 帮你把它连接进到你的Pod里面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 变成说我们外面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东西 就是我们再重新利用BridgeCMI 然后我们要补足它 让它用Kubernetes的角度 来把外面的部分也顺便接起来 这样子 好 那很多种形态 其实都可以用BridgeCMI来做始作 就例如说 呃 第一个你要VLAN的Bridge 在你的Kubernetes里面 可以用VLAN啊等等的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用BridgeCMI去实现 那或者是说 你今天想要一个VXLAN的 一个Overland Network 它事实上也是可以透过 BridgeCMI加上Bridge 再加上VXLAN的一些interface 来组合出你要的VXLAN的 那个CMI的那个形式 所以 事实上你可以在仰赖BridgeCMI 是已经完成的情况下的时候 去做各种不一样的网路透普的实现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用Kubernetes跟Kubernetes 来做一个VN Cluster的网路的探讨 那 这边用这个原因是因为 呃 Kubernetes它的CMI提供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针对于 container的网路需求来提供的 但是 Kubernetes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是为了要提供给VN的Network 所以 变成说 你必须要提供比container更多的 Networking的一些requirement 例如说 你可能需要L2的Network L2的Broadcast Domain 你可能要可以让它可以up 可能可以让它可以 呃 跟外部网路直接L2的对接等等的 这样子的情况这样 那这种情况 我们就会考虑用Bridge的CMI 来提供Kubernetes的网路 而不是透过 例如说什么Carticle 啊 最近比较夯的那个Cinemon啊 那些 呃 比较针对container而设计的CMI 来提供给Kubernetes 那这样子使用上面 呃 VN的使用情境就会相当受限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 用Kubernetes的都会在 额外使用一个比较VLAN相容的CMI 来使用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先来思考 就是说第一个Bridge一定要有一个名字 对吧 很简单 那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我们Bridge一定会有一个对外的出口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一个Bridge之后 我们今天可能需要 让它去对外的时候 这边可能是一个ETH0啊 ETH2 这种东西要让它可以对外 甚至你可能要Low Balance 或者是你要做Backup ATX Standby 或者是你可能要做LACP 等等的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的空间可能就会变成说 我们会再多套一层 中间也多套一层Bounding 做LACP 或者是做ATX Standby 让它就算你是一个网路 或者是两条Network 都是有一个相同一个界面 都是一个叫Bounding的界面 去接到的一个Bridge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缩减一些 逻辑上的一些判断 例如说我今天是一个Interface的时候 我不需要Bounding 两个以上的时候我需要Bounding 那其实我们可以改成 我们连一个我们都上Bounding上去 只是我们不要挂LACP上去 这样子的这种情况 好那因为我们需要在 每个界点上面都要设计网路 所以变成说每个Controller 界点上会是用Demand Set的方式 跑在所有的界点上面 是因为你每个界点的Controller 只要看到了你的新的网路设定 它都要对自己做设定 不然的话 那每个Controller 如果只有开一个Controller 那那个Controller 只会对 对着它所在的那个Node 去做设定 所以我们要开在每个Node上面 所以基本上 开Demand Set是必然的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有一个最简单 最初步的设计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情况的设计的话 那我们会有一个CR 叫做Bridge的一个名称 是CR 然后它的名字呢 就会是我们的Bridge Name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 我在Horse上 希望它是叫做BR0 BR1 或者是VLAN BR1 BR2 等等等等 或者你直接给它一个Purpose 例如说我要是 Management Network 用的Bridge 那你可能就会命名成Management 之类的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有可能会需要一个 两个界面 三个界面以上 那我们在下面就有设计一个Uplink 这边来特别强调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Active Backbar Mode的Bounding 然后里面包含ETH0跟ETH1 这两个的那个Interface 这样子 那既然上这个就已经足够描述我刚刚说 我们需要一个Bridge 需要一个Bounding 下面还有两个Interface的这个情况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的这个位置 就会变成说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最终极目标想要变成这个样子的设定 好 那这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变成是 我们会有一个Bridge的Controller 去看这个CRD 去Watch这个CRD 如果它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对host的Network做进行的修改 相应的一些修改这样子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有一个Watch 然后它就去Config 然后每个都一样都去Watch Config这样子 这边应该就 这边应该就 应该蛮容易理解的吧 对不对 好 我们回顾一下 刚刚那个东西的使用者体验 我们用了一个Resource 所以代表说 我们在设定的情况下 会比较单一 只有同性质的重极可以使用 这里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边写死了两个Interface的名称 但是如果你的每个Node的网卡 可能名字稍微微微的不一样的时候 尤其是 现在的Linux Network 在你的网卡插在不同的PCIe bus上面的时候 它的名字就会有微微的差异 比如说它可能是P0或者P1 或者是F1 F2 或者是F0 等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就代表说 你必须要先确保 你所有的Node的 所有的网路资讯 全部都得一致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我们现在这个 当初最开始的这个设计 那 我们应该要怎么让 这件事情可以让它比较弹性一点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Node的1 Node的2 我虽然我都要Bridge0 但是我想要说 Node的3的Bridge0 接的Interface 名字可能不一样 因为我可能 今天用10G网卡 100G网卡 那它可能名字也会不一样 插在不同的位置上 等等的这样子 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在这个情况下 每个节点会共享一份设定 我们刚刚只有一个Resource 那你可以看到 两个元件以上同时 放在一个设定档里面 我们刚刚把Pridge跟Bounding 放在同一个Resource里面 那代表说这件事情要同时设定 你没有办法分开的把它设定 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设定的情况下 但是好处是什么 它简单 很简单啊 使用者很简单啊 你只要设定一个档案之后 所有东西都会动 非常简单 对使用者来说 这是非常直觉的一个做法 但是直觉的做法同时呢 其实就已经会有一些 弹性丧失的情况下 那我们现在就在做了另外一个拆分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拆分式 我们把每一个Node 都让它有机会可以有不一样的设定 但最终我们都还是拿到了一个 Bridge0这个interface 因为最终我们要接到BridgeCMRI的时候 是我们要提供一个BridgeName 给它的情况下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拆开 但是又可以同时保持那个 那这里就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例如说你今天有重疾A 都叫做groupA 然后有另外一个重疾groupB 这两边的interface 可能有点微微的差异 例如说有可能是Dale Server 有可能是SuperMicro 那它反映出来的PCIeBus的address 可能会有一点微微的差异 导致网卡名称有微微的差异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变成说我们就要做分离 那我们在这边就重新设计了一次 把刚刚那个东西就做一个重新设计 那我们用的是NodeSelector的方式去 来做选择节点 就是说我们去挂一个label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说 这个是groupA 那我们groupA要applyA的设定 groupB要去applyB的设定 这样子 好 那因为我们要拆不同的设定 给不同的Node 但是bridge的名称必须要一致 我们原本是把bridge的name放 直接放在CRD的本身的名字上面 但是事实上现在 因为CRD是一个痊愈的变数的情况下 痊愈的一个资料 所以那个东西只能就有一个 所以例如说bridge0就只能有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把bridge name这个东西 从名称那边移进栏位里面 我们要把它移进去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重复的名称在 groupA跟groupB的两个设定档上面这样子 好 那但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是 当你的resource放在 你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放在你的CRD的 栏位里面的时候呢 因为reconcil的机制 你没有办法得到旧的版本 你只会一直看得到新的版本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一个brief 就是你没有办法知道旧的长什么样子 新的长什么样子 那你今天如果改一个名字的时候 那你要做一件事就是 你要把旧的要删掉 新的要建立 可是你拿不到旧的名字 那你要怎么知道要怎么把它删掉 这是一个问题 那现在第二个 现在就有另外一个解法 第一个我们可以直接禁止你改bridge name 你从create的当下 那name名就必须要准备好 完全不能动 你下次绝对不能动它 我们用wag pool的方式 直接把你挡掉 你要更改它我们不可以更改 你只能做到删除 新增 你要更改它 那你就是删掉 再把它新增上去 那你这样子才能改bridge name 这是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你可能还要再次拆分你的设定 那或者说不要勉强都一定要在control 那里完成 让其他的软体来协同处理 就例如说 你其实就只要把你的bridge name 新人bridge name的设定往下推 剩下的东西你不想管 剩下的东西让下面的去管 旧的名称下面的让它叫它帮你寄 等等的这种方式 好那我这边有一个那个operator SDK reconcil的一个example 它基本上就是在概念上 你们就想像一个function里面 它会一直loop一直loop一直loop 今天如果你的resource有任何的更新 它就会进到这个function里面 不管是任何更新 你今天新增也好 移除也好 更新里面的资料也好 只会进到同一个function里面 所以你在这个function里面 是不容易去区分所谓的create跟update delete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 微微的想办法把它切开 但是create跟update这两个 是非常极难去区分的原因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有一个request进来之后 它request丢给你的只有一个name 的一个pair 那你去getresource的时候 你是拿不到old resource 你只能拿到new resource而已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说 我们不能deef这件事 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被删掉了 我们只知道现在他们deserve 什么状态这样子 这边ok吗 应该到这边应该都还行 好那因为我们要拆除每个节点 所以我们又必须要重新设计一次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bridge的config 那它负责来帮你选择节点 那它来负责选择完节点之后呢 它会负责帮你新增更新或移除 你新增的另外一个bridge的CR的resource 那它会有点点点像是bridge的样板 你就想想看那个demandset啊 或者是deployment啊 它不是它是其实是一个pod的样板吗 bridgeconfig在这边 它是一个bridge的一个样板 的这种感觉去思考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范例 你会比较清楚 那bridge才是实际上要负责去新增更新移除linux上面的bridge 你真的要设定 你真的要从linux上面移除掉的时候 是透过bridge这个CR bridge这个CR存在 它才会去新增 它如果更新了 那我就会去overridelinux kernel里面的那个bridge的设定 那如果它被移除了 那我会把它从linux kernel里面把它移除掉 那它的角色就会很像pod 你在更新你的deployment 更新你的demandset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把你的pod砍掉 新增你要的pod上去 对不对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用这两个方式去想像 观点性会变成是这两个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的结构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我看一下够不够大 可以 可以 好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先画成左右两边的来看 从左边的会generate到右边的东西去 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说我这边 名称它已经不是任何的bridge name 它只是一个 这里有一个设定档 这个设定档是forgroupA的一个设定档的名称 那这个东西就是有 这个就是变成是human defined的一个定义 你要名称要怎么样就是给人看用的 或者是你放在description里面 又有一些给人看用的东西 那下面这边的node selector呢 就是 接下来我要开始选 要符合我这个设定档的node有哪些 例如说我这边选择了 你必须要是有kvnet这个label 然后label呢 还是对必须是groupA这个label的呢 那你就会要去参照下面这些设定 那我们在control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从左边这边去generate 右边那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的东西跟这边的东西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你在改这边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把它抄写到右边去 那如果说你今天改的是selector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去看说 它是不是已经不被选择了 或者是说它是刚刚没选择 但是现在要选择的了 那我们就要去新增移除右边的resource 好那概念上会比较像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bridge的config在上面 那我的bridgeconfig的controller呢 会去看上面那个资料 然后create下面这两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就分别create了 for node1br0的东西 跟for node2br0的东西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 node1的bridgecontroller 看到这两个resource 他会同时看到这两个resource 但是他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也知道那个设定档是不是符合他 所以呢 他就会变成说他忽略下面这个东西 只看上面这个东西对下面做设定 好 你这边可以看到说node2也是 node2会去看node2.br0这个设定呢 然后去帮你做设定 而我今天node3没有被选择到 所以他这边是不应该存在任何设定的 这样子我们就区分了两块的设定档案 这边ok吧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需要让node3 因为他可能不是br 可能是2啊3啊这种number的时候 那我们这边就要再create一个新的forgroupb 然后他就会去帮你selectnode3 然后是br0 然后他这边才会去建立那个br0 那这样子你就还是最终你还是会回归到一个有一个 拥有一个统一的界面的一个一堆bridge啊 然后可以提供给bridgeCNI使用的一个范围这样子 好那我们回到刚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叫做 如果改了bridge name怎么办 那这边的话 我们刚刚有提到bridge config会去新增bridge 那我们同时呢 我们会在bridge上面去观点说 这个bridge是属于哪个bridge config的 我们回到上一页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label 这是我们标注说 这个是他的 我们到时候要找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label 把所有刚刚跟我相关的东西全部一起拉出来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先来 第一个我们先把所有跟观点自己的那个bridge 全部取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第一个快速做一个比较 如果我们当下其实改了bridge name 那代表说我们只要去判断bridge那个CR 我们刚刚捞出来属于我的naming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一样 那代表说我们改了naming了 那代表说我们这一包全部要删除 我们要全部重建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bridge删除 那如果我们把所有旧的那些不相关 bridge name跟现在的状态 对无关的那些bridge全部删除呢 bridge control了 就会帮你把那些bridge 真正的重立那些stack里面把它移除掉 所以你就不会有东西被残留下去 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是不需要记得你曾经的名字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说现在的名字该是什么 剩下不相干的全部把它删掉 概念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好 接下来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bridge跟uplink两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独立使用的 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互相依赖的一个关系 彼此的一个关系 他们并没有互相依赖 因为bridge可以单独使用 uplink也可以单独使用 甚至你uplink可以拿去做其他的东西 例如说你如果他有一个L3的interface 你可以把它上面挂一个IP 或者是上面挂其他的设定 让他可以作为其他的interface来使用 所以这两个元件之间 并没有直接必要的关联性的情况下 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把它拆掉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VXLAN在Linux kernel里面的角色 跟uplink的角色其实是相等的 在bridge上面其实是一个 类似相等的一个角色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如果是要设定一个 VXLAN的一个bridge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uplink的 那如果我们把resource 全部都放在同一个那个CRD里面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我今天只是要一个bridge 给VXLAN用 但是我可能受到一些webbook的限制等等等等 而必须我一定要给他一个uplink的一个field 就是我当初在 这边我还保留这uplink的这些field 但是我可能还是得填它 或者是我要给它留空 那我的controller就必须要对于流控这件事情 也要有额外的一个逻辑去操作它 那这样事实上你的整个controller 在我们回到我们最刚刚那个reconcell的 那个机制的情况下 在你只有一支function 然后你有所有的流程的情况下 你还有办 你还要去调整说 这个东西是要跳过不跳过 那你跳过之后 下一个东西要不要跳过 等等等等等等 这种 你的condition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你的整体的复杂度 就会非常的提高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我们bridgeconfig跟bridge理论上 应该只能负责linux bridge相关的设定 uplink根据不同的节点 可以也要有不同的设定 那我们就可能把它拆开来 就会变成说 我们再拆一次 我们再拆一个uplinkconfig 负责选择节点新增uplink 这个跟刚刚bridgeconfig一模一样 它只是负责uplink 它不负责bridge 那所以bridgeconfig跟bridge之间 它也要跟 把所有跟uplink有关的一些欄位也删掉 因为那已经不关它的事情了 它的职责只负责到 把bridge设定好 跟把它的attribute设定好而已 就到此为止 好 所以我们修正一下 我们的bridgeconfig跟bridge 就会变成说 我们把跟bridge无关的东西 全部删除掉了 你可以看到我只保留了 vlan filtering这个option 这个是跟bridge有关的一个option 或者是跟bridge有关的 其他有关的 我没有特别列出来的option 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边 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uplink的CR 你可以看到说 一样我们用的同样的规则 用同样的选法 用同样的设计方式 然后把它的设定设计进来 一样它会去产生 右边这些东西 让controller真正的去帮你把 upperlink的resource设定出来 这边比较特别的一点的是 这边有个叫做masterbridge0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意思是 我把我的upperlink跟bridge0关联起来 这个牵涉到是在linux里面的设定是 你要把一个东西绑进一个bridge的时候 它是用master的方式挂上去 我的老大是bridge 这件事挂上去的 所以bridgePole这件事情的设定 不应该在bridge那边 而是应该在自身 因为它是把自身的控制能力交出去 交给bridge这件事 所以我们要在upperlink这边提供说 提供出来跟他说 我已经把我自己贡献给bridge bridge现在是我的master 这样子这种情况 好那回到刚刚就变成说 我今天如果有两个部分 那我们就变成说现在的设定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会有一个bridgeconfig 它负责看这个 然后去create下面两个resource upperlink的control的负责看上面这个 一样负责去create下面那两个resource 下面那两个resource分别 就是真的去帮你去设定下面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说 我们今天这两个资源的相依关系不存在 它并不存在任何的顺序 必要的顺序的存在 除非你今天在upperlink设定的master是bridge link 那bridge0就必须要先出现 但是依照reconsell的机制的情况下 你失败了只要叫它重做一次就好 所以你就说upperlink先出来 你可以先让upperlink先做好 bridge只要之后做好 upperlink会一直在重视设定 把自己设定给bridge这件事 它只要接下来一直重新设定 一直重新设定之后 它总有一天只要bridge完成了 它总有一天会设定成功 那在这情况下 你这两个东西就没有一个 所谓的顺序性的依赖 它们只有一个相对的依赖关系 就是这里这个是bridge 这个是upperlink 它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单向依赖关系 而不是一个类似双向的依赖关系 那你今天会有另外一个像是 就是我说的VXN 它也会是单向的依赖关系 依赖到bridge上面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设计上面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同时的被 因为你这个单向的关系 可以在不设master的情况下 upperlink就可以自行的运作 自行的行为 那VXN一样可以在 没有bridge的情况下的时候 有一个自行的行为 跟自行的运作 那这样子这个链接 随时都可以断掉 透过master的方式 把它直接把它停掉 不需要这个观点 那bridge它也有 它自己的观点吗 没有它就是一直等待 别人跟它的观点 它基本上它就是 站在那里等待别人跟它的观点 那这样子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都会围着它 去做设定 那你的相依性关系 相对就会比较那个 简单一点这样 好我们再赶快回顾一下 刚刚使用者的分析 使用者的体验 那现在这个使用者的体验 我们就会得到 一个个人弹性的设定 是因为 我们接下来可以选择不同node 我们还可以选择bridge 独立存在 uplink独立存在 那如果说我们 使用者希望要提供一个 VM可以使用的网路的时候 那它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新增bridgeconfig 一个是新增uplinkconfig 那使用者体验方面呢 你就会觉得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要做两件事情 那这边呢 就可以考虑说 使用那个 webUI啊 visa啊 等等CLI的方式 去引导使用者 去把正确的所有东西 全部设定出来 这样子 那这样子才 就不会说 使用者可能不知道说 要先设定bridge 再先设定rbin 或者不知道 两个东西都要同时设定 啊 vdan的网路才会通 这样子 那我会建议直接用 visa的方式来提供 这个东西在 vnware上面 基本上也是用一个 类似的手法 是因为vnware的网路设定 它其实是更为的复杂 那它就直接提供一个visa 一步一步下去做 它就可以完成的 把网路弄出来 这样子 好 那在这个设计下面 基本上 我们的vxn 可以直接copy uplink 所有的 状态 直接把东西改成vxn的设定 例如说新增vxn e主义vxn vxn的attribute 等等等等 那我们检视一下 CRD里面的栏位的时候 我们会将CRD里面的栏位 关联之间 全部把它拆开 尽可能的把它拆开 第二个是我们会 尽量避免多个controller 要监看或复写 同一个CRD 像我刚刚的bridge controller 只有bridge bridge controller会去看 bridge config 只有bridge config 的controller会去看 那这样子 你就比较 不会有data race啊 等等 其他的race condition 的一些issue出现 那考量到kubernetes 它controller的出发方式 以及reconcell的执行方式 例如说reconcell里面 是不能等待 你没有办法说 你先等wait 10秒 等其他东西好 之后的东西 你在wait的情况下 是会直接把整个reconcell 机制卡住 hand住 你能做的事情是叫它 10秒后再跑一次 那个reconcell 没有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等待 直接到下一个阶段 你一定是要从 那个reconcell的最头开始 所以你在设计 那些condition的时候 相对就会比较复杂 那我们就要直接 避免这些情况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设计 一个vxn 你就会就像这样子 我们的重要资讯 就只有这个vxn id10 跟你的bridge 要接到哪里 那剩下的东西 全部都是copy 然后它负责去帮你写 这样子 就会非常简单 好相较于最初的版本呢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节点做设定啊 然后可以每个 元件要独立分离啊 就可以独立使用啊 等等等等 那这样子 每个controller 跟CRD负责的范围啊 就会限缩在那个元件之间 那你的层次反复杂度就会下降 你的除错呢 很简单 你只要确定它有没有复制成功 那它就是OK的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 往后继续找 你不会说 你这个问题是 这一个controller 从头要找到尾 才会发现里面 问题在其中一个点上 这种感觉 好那未来的设计模式 其实还可以再拆 Uplink那边 可以再往下 再继续拆下去 但 这个东西就是看 你有没有那个效益 例如说 你今天如果要做SRV 那你就必须要再往下拆 那这个东西会有其他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 你因为基于CMI的实作方式 跟设定 你其实有些资源控制会消失 例如说 建立完VETH pair之后呢 你其实controller 没有任何机会知道 那个pair的名称是什么 你要做recovery 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在未来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考虑自己写个CMI 来把这些当初配发出去的资讯 全部自己记录起来 让自己可控 这是另外一个未来的方式 这样子 好那程式的参考 基本上这个东西 是我在某一天无聊写的一个专案 只有在这边你们可以自己看 那里面还有部分实作还没做完 基本上这个东西的目标 是为了要做一个像 openstack neutron like的一个网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在Kubernetes上面 有一个openstack的网路这样 好我讲快点 我好像没有时间了 好我讲快点 我好像没有时间了 对 所以我要讲非常快 我这样 好我们今天要改一下 比下unmanstack的差异 这个东西就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样提供网路的设定 它一样同样通过 notstack 它唯一的不同是 它直接透过network manager 来管理所有的事情 它只负责送设定档 剩下它什么都不管 所以它一个设定档 可以直接设定很多个网路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设定一个bridge 这边设定一个eternet 然后就在一个档案里面 负责所有网路 跟有网路有关的事情 这样子 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 它们基本上直接依赖 你的network manager 来做什么 control只负责推设定 它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它只推设定 推完之后control就不管 这种情况下这样子 好 那我就有列说 它大概的call大概在这边 下面这段call 比较需要看就是 下面这段call就是我说的 它只负责推设定这件事情 它剩下什么都不管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分 最后讲一下coubervert的东西 那最后coubervert是由 它只有这个东西是handle的 这个东西是 它的coubervert launcher 是一个外部的program 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东西 可以更新的时候 是上面这个东西 去通知下面那个东西 来维持状态 来去帮你删除移除资料 跟记录任何东西 controller本身 只负责推送 它也只负责推送 设定档下去这样子 好 主流的做法 就会分成两种 我开头设计的那种 叫做all in kubernetes 或者是config base 就是设定档依赖的 就是我只负责推送设定档 甚至我不管 这是在control上面做的事情 这样子 好 那control base 就是全责分离 你可以很明显 它只负责推送设定 剩下的东西它 完全不管 它完全不想知道 那如果是你all on 那个kubernetes control的话 那你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要把CRD 当做一种资料库来处理 你可能需要考虑正规化 我刚刚在前面的设计 情况下 其实它就是在对资料库做 一系列的一个正规化这样子 那复杂度就相对会比较高 所以我极度不推荐那个方法 我比较推荐config base的control2 因为你可以不依赖在reconcell里面 把所有的逻辑都写完 你只要负责写另外一个 吃负责吃设定档的 负责记录所有事情的 你可以用你爱的任何语言 做任何的事情 你不一定要写在全部都写在control里面 那你在debug的时候 相对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点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 不是大家 我们会后 因为我们在8分 7分钟后有另外一个session 所以有问题的话 等一下来找黄宇翔 先找我 对 那就谢谢大家就是 这个session的聆听 对 我们下一场在2点10分